我们都知道吴亦凡和陆寒以及黄子涛都是韩国回归的男星 黄子涛在2015年4月退出XO组合 同一年8月他以自己和经济公司签订的所属协议 在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公平条约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 黄子涛在一审拜诉后提出了上诉 但是再次拜诉 而黄子涛工作室对此表示绝不接受继续上诉 最终经过一番波折 以黄子涛胜诉SM结案 然而同时在XO里面出来的陆寒和吴亦凡 在打官司这件事上似乎就没有黄子涛这么幸运了 两人接受了法院提出了和解建议 但是所谓的和解就是陆寒和吴亦凡每年要给SM很多钱 直到合约到期 而黄子涛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所以和SM死亡到底 他掏勤以后继续斗比下去 哪里都要带上面去生活 为什么分了 为什么要